你我肚子 謝謝 很重 謝謝 謝謝 拿到愛心物資受到幫助的民眾 很感心不斷感謝 市議員張秉均更把物資 直接拿給行動不方便的 民眾機車上面方便帶走 這是基隆市樂活人生發展協會 秉持人機幾機 人膩幾膩的精神 特地結合市議員張秉均 持續發放愛心物資 記住弱勢民眾 永續發展一時下去 再發放愛心物資給熱氏團體 以及低收入戶 讓他們能夠過一個比較溫暖的日子 謝謝 我們基隆市弱勢的團體跟個體戶 相當相當的多 秉均在擔任民意代表這四年的期間 也協助了推動 幫助了很多的弱勢團體 當然我們也要感謝我們 樂活人生發展協會 已經連續的四年 發放我們的這些愛心物資 幫助不論是我們低收 中低收或者是身心障礙者 那我們未來也會來配合 我們樂活人生發展協會 繼續來去幫助更多的弱勢團體 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當然我們首先幫助的一次 是針對我們低收中低收 但其實弱勢的兒童 其實更是我們需要重視的 因為我們也希望提供他們好的營養 讓他們可以生長得更為健全 發展也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這一次除了大光而少 我們還會發放給家福中心 就是希望能夠獻一份的心力來幫助他們 除了安排時間請弱勢民眾前來領取物資之外 樂活人生發展協會和張秉均更是親自把物資 送到大光而少之家以及家福中心等善心團體 感謝他們照顧弱勢青少年及兒童 也希望捐贈物資幫助這些善心團體繼續行善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